Hello 大家好 我是宋佐尔 今天我又来给大家推荐了 因为到了五月 其实是我自己本人最喜欢的一个月份 免有520 521 外加还有我的生日 还有母亲节 所以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充满意义的月份 那这个月份呢 要免不了送礼物的时候 所以呢今天我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 我觉得适合大家的一个礼盒 里面有我挑选给大家说 绝对不会出错的一个礼盒 首先呢是这个樱花微星华 其实这款呢我推过无数遍了 以至于现在用到这样 它盖子丢了 因为我不知道我有点丢酸辣丝 不知道丢到哪里了 我非常喜欢它的一点呢 包括我最近有身边的朋友跟我说 说看了我的推荐 然后去买它觉得真的好好用 主要是呢它非常的清透 然后你用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觉得就是不厚重 也不会粘腻 然后非常的好推开 非常有助于你后一步的护肤 然后它如果你湿敷的话 最主要我觉得最好对我来说 就是很好吸收 然后补水 然后让你的皮肤非常透亮 它和小棕瓶一样 有双酵母的精粹的一个成分在里面 对于我来说 我只能是亲身实验 然后给大家 所以我推荐的每一款东西 我都能做到的是平心而论 然后是我自己试过的 然后也是这一款小棕瓶也是 这个已经我空瓶了无数了 就是小时候会觉得爽肤水啊 然后面霜就OK了 因为我其实现在马上五月份了嘛 要22岁 也会有抗出老的问题 这款呢就是会让你的肌肤感觉一直在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 它就是一个肌肤的屏障 然后保湿抗氧化抗出老它都会在里面 就是很可以长期使用的一个产品 然后就是这个眼霜 就是我在这个 这个我给你们推荐礼盒里面的最后一个 因为这也是拿我自己用的啊 眼霜大家其实都很害怕的一点 是害怕它太黏腻 然后会长脂肪力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款 非常的好推开 又很水润 而且我呢 天生的这里就会有点眼带 而且这里有一根青筋 所以对于我来说拍戏 哪怕前一天晚上稍微多喝一点点水 这里面都会特别肿 或者是有黑眼圈 满水一点就会有黑眼圈 我就坚持使用它 黑眼圈就是要坚持使用 而且会去水肿 修护方面也会非常的好 五月呢就是一个充满爱的月份 我希望在这个月份 我们可以把最好的爱送给最爱的人 今天推荐的这个几款 然后的一个礼盒 希望大家都能把它送给最爱的人